欢迎回来发达广场的时间家 最新的嘉宾就是要财政犬的分析员 王伟豪 华妍 华妍 你好 华妍 你好 华妍 看看大市的表现 看到恒指来说 升108点价去到24,001点 下月期指方面就升208点价 暂时在23,866点 低水143点价 见到国企指数方面 跌10点报13,441点 见到今天恒指来说 大市好像没什么力再向上冲 的确 今天恒指现货来说 没什么太大的动力向上冲高位 虽然昨晚美股方面也叫做一个高收 但今天港股开出来 开的时候真是高开的 但慢慢你看到动力 都是在24,001点边缘 不断反复咬住 又叫做可以说不上不下 最主要因素 当然是因为今天就要期指结算 现在看的 当然是下月的期指 刚才借力高报的时候 都叫做对比现货 都差百几点 就是23,800多点 我觉得未来后市 还有机会要稍微调整23,800多点区间 拉回高低水问题 拉回到一样 才有真正的方向 因为始终来说 今个月 你会见到 上月头的时候 势头是挺强的 但你见到月中开始 就比较淡回来 不断反复复 在大概23,400多到24,200多点区间走动 上落幅度不大 只有一天两天 是叫做跌穿过这些区间 其他水位都在3,800多到24,200多点区间上落 我觉得未来后市 都真的要再考验多次 10天和20天线 然后再试试 设计10,800多点区间 才有我支持 因为相信这个支持都会留在这里 一来就刚刚在10天、20天线 二来都是早前大概3月9号的时候 一些国务位 所以这些位置 我觉得下到这些位置的时候 就会慢慢存定回来 然后再来一个比较明确的上显动力 但如果你说怎样都好 如果你要后市再来向上 我觉得成交方面 都仍要多一点 因为现在一刻来说 都仍得400多亿 你看这几日来说 平均拉匀 都七八亿松一点 不是太大一个上显动力推到市场 就是这样 好 谢谢 另外看内地股市表现 看到上证座入指数 现在跌10点 去到2,914点 沪深300指数 跌16点 去到3,193点 深圳城市方面跌95点 暂时12,263点 另外B股方面 下午回来就跌幅收窄了少少 看到B股指数 现在在294点 跌了接近3% 而深圳B股方面 就在787点 跌了3.22% 其实这两天 都见到B股指数方面 下跌的情况 都见到挺厉害的 其实大家都市传 要是国际版的推出 又或者是收紧银根 国际开始撤资 其实内地股市的情况 你又怎样分析呢 其实如果你说 讲到内地股市方面 的确就要看得淡一点 因为最主要 除了刚才零副所说的 可能一个国际版 或者来着一些 再有些收紧银根的动作 类似加息的动作出来 这两个因素会影响一些 资金流向之外 其实另外现在内地 都会吹出一个 叫旷融的问题 因为大家意味着 旷融与司 即是一些内地企业 或者一些中小企 或者一些大型的企业 随着因为内地收紧银根的 政策问题 令到他们借钱 应该向银行等借钱的成本 是不断上升 兼此难度来说是提高了 所以相对来说 他们要靠其他途径 例如配股集资等等 去做一个融资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说相对要配股这些 要去一些中证监申请 相对来说要审批 但如果你说 因为申请越来越多之下 有传就是中证监申 都缩短了审批时间 令到批核的程序 得而快地去通过 这就叫做扩容 为何说这个 都会令到内地股市 有一个比较弱的势头 因为如果你说 加快去到批核了这些申请 意味着市场上的资金 或者水来说越来越少 因为可能要给一些公司 去做一些配股 去抽那些水 令到原本在市场上 紧缺的资金来说 就进一步再少一点 所以令到整个内地股市 不论A股或者B股来说 跌势都会比较明显一点 如果你说B股 是更加为之劇烈 因为如果大家一直留意 比如内地股市 都会知道B股 其实相对成交 或者大家买卖的意欲 是比较淡静一点 或者比较小一点 成交一直都比较小一点 相对来说 如果一下子的资金 大出或者大合 相对对它的波动性 掀动性是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个就会令到B股 里面是特别的 跌势更加急于A股 好 谢谢 另外我们看看公司的业势表现 看到中国建材 公布了附属公司的 北新建材的首三个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看到营业总收入方面 增长3.9% 去到9.8700万人民币 而股东的应佔淨利润 按年升了3.3% 去到3364万人民币 看看今天中国建材的情况 现在暂时升近接近1% 升3毫报32元 安徽海螺方面 跌了2毫6千1 报35.8 怀远水泥跌8千半 报7.9 中财股份方面 升1毫1报8.07 金鱼升1毫4报13.18 亚洲水泥跌1毫7报6.31 山水水泥跌9千报8.55 西部水泥跌了超过3% 跌1毫1报3.27 台例方面跌8千报5元 中国建材公布附属公司的 一个营运数据的情况 看到今天股价的变动 都不是太大 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附属公司对中建材的利益有多大 如果对香港上市的中建材 H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相对暂时看股价上的反应 就不是太有一个实质的影响 始终来说 都是自己附属公司的一个 营运数据 而不是中建材自己的 母公司的手柜业绩等等的数据 如果大家反而会聚焦 中建材出手柜业绩的时候 才能看到它整体上真正的表现 因为如果说自己附属机构 自己附属公司来说 对它整个母公司的架构或规模上 不算占非常大的百分比 反而大家都会聚焦 中建材自己出的一个 母公司来说自己出的一个手柜业绩 如果推算这个业绩怎么看 或者股价怎么走势 其实业绩上都会觉得手柜来说做得不错 因为如果大家参考同类 或者是一个龙台 例如安徽海螺来说 手柜业绩来说是非常亮丽 因为传统来说 第一季不是一个非常旺的一个 就是水泥的季节 但相对来说 利益安徽海螺 或者好像华人水泥 甚至乎亚洲水泥等等 全部出的一个手柜业绩来说 都叫做有惊喜 推动到中建材自己没出的时候 但相对的股价已经走上来了 所以如果你说 未来到他真的出的时候 好和不好 我会觉得股价怎么走 我觉得都会有机会 就算是业绩好还是不好 都会有机会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我觉得好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会借个利好消息去出火 不好的 更加会令股价有错落来 因为整体上 你会见到中建材的股价走势来说 可能大概2月尾开始 大概3月头到 由16-17元的水位 一上已经上到昨天 最高33元 即是过几月里面升了一倍 短短升了50%之下 升了一倍之下 我觉得稍微做一个调整 都是需要 因为这段急升里面 你不会见到一个实质 很明显的一个合适 一个正常程度的调整 相对来说 只不过稍稍调整1-2元的水位 然后又再上过 我觉得短线 反而趁业绩或消息 影响到股价下来的时候 可能会试一试 10天线 大概30元的水位 才会合理一点 其实早前 昨天也见到 西京投资减持了 中国建材83万股价 在星期二减持 大约是0.06%的占股量 每股作价是32.5 总值2698万 最新持股量 就是降到4.95% 不足5% 其实会不会算是策略性减持 多于是 可能是一个看不好中建材的表现 如果你说这个减持 是否叫做看不好中建材的前景 我相信策略性减持 意味比较大 仍然比较高 相对 可能都会趁中建材 去到高位时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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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整体的利益来说 是反而为之好一点 好 麻烦了 这节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节回来 仍然都是发达 赶场的时间 会继续和大家看着 大致表现 但大家 恒指现在最新升109点 去到24,01点 成交额暂时有445亿 而国企指数方面跌19点 去到13,433点 跌了0.14% 看看下个月的期指表现 见到暂时升183点 低水152点 去到23,846点 暂时有5万1千张成交量 稍后再和大家见面